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好中医好中药 请认准百草益寿布兰木 由百草益寿中药房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来到演播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东雪医生 欢迎赵老师 欢迎赵老师 大家好 养生的路上首先要做的一个减法 就是对所谓的保健品的依赖 我们要减少 正确认识保健品的使用的方式和方法 并且能分清正硅保健品的来源和渠道 跟医生之间达成一个共识 这样才能对健康是有所帮助的 我们来说第二个 锻炼的时间上的一个减法 晨炼不是人人都可以的 刚才赵老师也说了 说有一些人晨炼 其实还是存在风险的 先给大家讲一个 我们临床上也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案例 我们见过一个这样的患者 一个老爷子 身体平时还可以非常热爱运动 非常热爱锻炼 所以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天还没太亮 五六点钟四五点钟 他就起床去锻炼了 然后在公园里头进行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运动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但是某一天早上 在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突然就出现了头疼 出现了一个肢体的麻木和无力 很快的就倒在地上了 就不能动了 那被老伙伴们送到医院之后 一检查一看坏了 他就得了一个脑梗塞 还好经过积极的治疗 最终恢复的还相对不错 出院了 那这个患者我们就跟他说了 你将来出院回家以后 一定要注意锻炼的时间 赵老师 你这么一说 我的心都秃秃了 都说一日之际在于晨 那早上锻炼的话 怎么还能有生命危险呢 先别着急害怕 你挤不来 你还怕啥 刚才赵老师说了 只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有风险的 这一部分人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条新闻 清晨53岁的曹女士早早起身 跳操缠练 在做了一个猛回头的动作后 曹女士突然就栽倒在地上了 几人上前一看 曹女士已经昏迷 打叫也不答应 周围人赶紧拨打120 到医院做了吸机后 显示曹女士得了脑梗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抢救 曹女士还是因突发脑梗离世 曹女士的儿子赶到医院 得知结果后 贪作在地 时生痛哭 早就告诉你 血压高 别那么早去沉练 你就是不听啊 新闻里的这位53岁的曹女士 是患有高血压 沉练是突发脑梗猝猝死 我们说曹女士 她这个脑梗猝死 真的是跟高血压 加上沉练 这个是有关系的吗 的确是这样的 之前我提到的那个病例呢 就是因为她有高血压 她平时控制的又不好 所以在沉练的过程当中呢 发生了这个脑血管的意外 那么为什么说 这个高血压的病人 在早晨沉练的时候 她就出现了意外 因为我们首先要了解 我们正常人的血压 她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律 很多的患者会以为说 我们一天呢 每隔一个小时 我们量一个血压 我们的血压 汇成的是一条直线 不就90120吗 永远都得是90120 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那我们知道 正常人的血压 在一天24小时之内 它是呈现一个双风双骨的 这样的一个波动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的 那么对于老年人 由于她的血管的弹性差 她动脉硬化的因素 她的这种波动 会比我们年轻人的波动 还要更加的明显一些 那么正常人 在我们的一天24小时当中 我们会有两个时间段的血压 生理性的就会相对比较高 那么一个时间段 就是在我们早上的6点到8点 还有一个时间段 是在晚上的5点到8点 就是这两个时间段 血压正常也会相对高一些 大概能差20到30个毫米公柱左右 如果是这两个时段 又高血压的朋友 更相对来说难控制 对